当你第一眼看到图中的建筑时,是不是认为这是某个私人住宅?错了,这是一处酒店,而且费用还不算低优,住一晚就要84英镑,约和人民币750元。 看上去如此简陋普通的酒店,为什么这么贵呢?原来这酒店里面不管是房屋还是大部分家具全都是岩做的,这酒店位于玻利雷亚的科尔查尼,是世界上唯一全部用岩建造而成的酒店,每天接待过来参观一人岩摊的客人,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体验游玩。 这个岩酒店除屋顶和门窗外,墙壁和里面的摆设,包括房内的床、桌、一等家具都是用岩砖做成,游客每晚需支付大约750元,便可以租到一套双人房,包括了岩制作而成的床铺以及早餐。 游客通常会停留几天,观看玻利雷亚最著名的自然奇观和景点,然后前往下一站旅程,这家酒店使用了一百万块岩砖建造而成。 酒店还有一条特殊的规定,不能填墙或与墙壁接吻,因为这可能会把墙填塌。 1993年到1995年,第一家这样的酒店建于乌游泥沿沼,很快成为一个旅游圣地。 酒店有12个双人间公共浴室,但是不提供淋浴,客人可以在酒店的餐厅用餐。 由于建在沿沼的中心位置产生了污染维生环境问题,所以大多数的垃圾,必须手工收集处理好。